我們先玩這個LE點矩陣 那我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呢 就是LE點矩陣 麵包板還有我們的蜂鳴器 剛剛大家都已經拿到設備了對不對 好現在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現在要插電 那 先把蜂鳴器先裝起來 因為蜂鳴器比較單純 你只要用兩顆 這個加上我們的 公母的杜邦線 公母的杜邦線 然後公母的杜邦線 有吧 你們 這五條公的 對對五條公公 然後兩條公母 好好好 沒關係沒關係 在前面有在前面還有 那我們 蜂鳴器是沒有分正負級 對不對 因為一樣長嘛 所以你接哪一個都沒關係 好你就先接一邊 先接一邊 那待會呢 我們的這個LED點矩正 LED點矩正 你看它這個上面 你把它翻過來 再有晶片 黑色晶片這一邊 是我們要接的 黑色晶片這一邊 另外一邊也有凸出來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是可以串接的 各位在外面應該有看過那個 電子看板嗎 就是外面那種廣告的電子看板 上面其實那個就是模組化 就這樣一組一組的 那就把它串接起來 好只是呢 WebDuner它不支援串接 所以它就只支援一個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但是這個東西因為是通用的 所以你也是可以接牆 那我們需要的 待會接腳就是在 有晶片這一邊 有沒有看到這有幾個腳位 是五根 對不對 五根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叫 VCC 有看到嗎 一個叫 GND 所以正極在那裡 負極在這裡 再來它有三支腳位要來控制它 什麼DIN CS CLK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你看我們的 這個 接腳圖 就是63 葉那裡 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要怎麼把它接上去 你看這邊 因為這裡就尖尖了對不對 所以 我待會呢 就 你要接這邊也可以啦 面對你自己也可以 你們要接面對自己的 你還是要面對這樣子的 大家統一一下 因為 如果不統一 待會我就顛倒 接起來會顛倒 你要這樣子 還是要這樣子 看你 你如果要這樣子我就只是轉過來這樣看而已 意思一樣 我看我轉過來這樣看好了啦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看得到腳位 好不好 好 那麻煩你就把它 放在最後這邊喔 可以嗎 直接插下去是不是就剛好了 對不對 好 這樣五根就有了 接下來 我這個是不是就可以一根一根的慢慢放下去 這個啊 這樣就一根一根的把它放下去嘛 你先把這邊接好 一 二 應該各位拿到的線 顏色大致上都是不一樣的吧 如果你有一樣的有時候會搞混 所以我是建議你如果可以的話你就用不一樣的 那 那麼 這邊呢 也是智凡老師教我的 他說 亮亮的那一面 要朝同一邊 杜邦線上面不是有這個亮亮的嗎 對不對 因為這個 不是他品質不好 是他用來就是做那個 在用電表量 量測的時候這樣比較方便 如果你 接不同方向 有時候要 轉來轉去是比較麻煩 所以說如果 你有這種需求的 或者我們養成習慣 像這樣 接在那前面 接在那前面 對對對 這樣是比較容易 你 所以你只要把它接著 當然如果你覺得我手比較大隻 這樣子好像不好插 我跟你講 沒關係 這個 LED點擊任先拿起來 你隨便找五根孔插進去之後 再把這個放進去有沒有覺得比較可以 只要你沒有腦花 這個要對好 我跟你講那個年輕的也會 看錯條 有時候會誤差插一孔 這樣就很難過的有沒有 所以呢 你那個孔位要對 孔位要對 這樣子有了 那麼 就準備 我的 風明器 風明器 不是有一個GND嗎 對不對 請問我這邊的GND是第幾條 第2條對不對 我的是不是紅色的 所以來我把我的這個拔起來 給你看一下 GND是不是第2個 所以我風明器呢 本來不是2根 對不對 找一根 插在哪裡 插在紅色的後面 因為兩個是要共用 GND 不然板子上只有一個啊 所以我把它 插在 這裡 來給你看一下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是插在第2根嘛 所以我找一條插在這邊 那這樣子我在麵包板上的 就都已經解決囉 我先第1排我插了5根 第2排在第2根角的位置又插了一根風明器的 這樣有沒有看清楚 其實這個接鑒就是你常常用可能就會 比較清楚一點 那如果你不常用的也許剛開始聽 會 需要一點點時間認識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也可以請左右鄰居幫你檢查一下 那一般像我上小朋友的我就會說 來來老師檢查一下 呵呵呵呵 這樣比較安全嘛對不對 好 OK了我就可以再把我的LD點子證 再把它插回去就好了 好 那麼 現在呢 我們要再怎麼接 來看一下我們63頁 我上面有沒有告訴你 腳位要怎麼接 六十三頁這裡 風明器我們就接到05啊 好的 像我們上次接到03當然也可以 就RS 好我就把 這一個 風明器的另外一隻腳 另外一隻腳 我把它接到 這邊 的05 好 05切好了 再來 我們看一下風明器已經解決了喔 LED點矩證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VCC 好 VCC 那 各位你如果第一次使用這個LED點矩證 你可以算一算上面有幾顆燈 禮拜我們只玩一顆嘛 這裡有幾顆 是不是 每排 寬跟高都是8個 64顆 那因為他這樣就要比較大的用電量 所以我們就 VCC就是5伏特 所以我只要把 原本的這一個 你看 你自己看你自己的顏色 我的是不是第一條是不是綠色的 綠色的 我就把綠色的這一條 準備好 拉拉拉 拉到哪裡 我這一邊的VCC 是不是插進去 第一條就接好了 第二條是GND 我的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就 認你自己的顏色 好認你自己的顏色 第二條是GND 所以我就把它翻過來翻過來 因為 GND在另外一側 在這一邊 GND 所以 VCC是這一條 GND是這一條 兩條 像這樣子 接著 我們再找 後面有三個 這裡分別接到 14 12 13 好就是DIN就是我的第3條 第3條 所以我回到這邊 第3條 我的第3條 是什麼顏色呢 是灰色的 我的第3條是這個灰色的 我就接到這邊的 14 其實不一定接14 12、13 因為你還有很多 角位可以用 我們只是 先借用 再來我的第4條 有沒有是橘色的 不是紫色的 我的第4條是這個 如果你動作很快接好了 你插電你可以試看看 理論上來講 應該大部分會全亮才對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不會亮的 所以亮不亮 都正常 都沒有關係 好 14 12 再來 我這一條 12 其實你看他腳位在開發板上的位置 並不是我故意先跳過13 而是他真的是14、12、13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就照著他的那個開發板 最後一條我的是橘色的 我就再把這一個 放放放放 放到13 好,恭喜你 這樣子 我們的 今天 接線 就通通完成 後面不會再接了 因為後面就是要做寫程式的 就跟這邊沒關係 好 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插電 先測試一下 看看到底會不會亮 不會亮也沒關係 但是 大部分來講 應該都會亮比較多 有沒有 64顆應該都亮起來了 好 好